欢迎收看长青台3月8号的新闻快讯 我们来看观点新闻 联邦法院今天裁决前首相敦马迪医生 在12年前格除国会反对党领袖 拿都斯里安华的副首相兼财长职位 是符合宪法的 由上诉庭主席丹斯里阿劳丁 法官拿都威拉莫哈莫加沙里 及拿都阿多哈密恩邦组成了法院三司 以致驳回安华的最后上诉 维持高停级上诉庭驳回安华上诉的裁决 法院表示毫无疑问的 当时首相马哈迪有向国家元首端估惹化陛下 传达他格除安华职位的决定 没有受到陛下的反对 安华的代表律师加巴辛早前提出案件的争议是 马哈迪在1998年9月2号格除安华上诉职位时 采取先斩后座的手法 以违反联邦宪法第43-5条文 基本先劝谏及获得国家元首的预准 就格除安华的职位 阿劳丁说 宪法赋予当时首相马哈迪 格除内阁成员职位的权利 他指国家元首在委任内阁部长方面 扮演的角色是很有限的 陛下无权拒绝或质疑 首相委任或格除部长的决定 而宪法规定首相在格除任何内阁部长前 必须先劝谏及获得国家元首预准 只是一种形式 安华市在1998年11月13号 陆炳明市高庭起诉当时的首相马哈迪 及大马政府 要求宣判答别人将他格职 不合法及无效 不过高庭法官拿督莫阿莫加沙里 在同年12月24号 基于安华遭格职没有抵触宪法 不需要经过全面审讯为由 批准政府的申请 撤销安华的诉讼 不过安华不服 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结果核遭驳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